四重咒语开始的这场音乐会 台下的观众听的是 来自于台南异大学生所带来的歌 而这一首则是由比利时小提琴家 一下意的作品高低起伏十快十慢的节奏为表现主题 这场音乐会是由郭明英老师所发起的 而本日的主题则是接下来这些小朋友的作品 我的音乐故事来表现每一个小朋友自己的故事 用音符来串起 让每位小朋友都成了现成的作曲人 相当的有趣 以上的新闻是由张玉成在台东的报表